没想到啊没想到 平日里经常吃的食物 竟然不能放进冰箱 不仅不保险 还会加速变质 甚至产生有毒物质 损害健康 很多人都做错了 快来看看 你家里的冰箱 有这些食物吗 路过的小伙伴 别忘了长按点赞 加关注 今天就带大家一盘点 不适合放进冰箱的六种食物 六个 生姜 你是否曾把生姜放进冰箱里 希望能让其保持新鲜 结果却发现 它变得软绵绵 失去了原有的魅力 生姜不仅给菜肴 增添了浓厚的辛辣味道 还拥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和天然药用价值 但是当它进入冰箱之后 一切都变了 因为冰箱内的低温环境 对生姜来说 可不是个好地方 首先冷冻的温度 会导致生姜的细胞受到伤害 这就是为什么 你在取出冰箱里的生姜时 会发现 它变得软塌塌的原因 并且冰箱里的湿度 也对生姜造成了威胁 湿度过高 会导致生姜 易受霉菌感染 使人有致癌风险 相信我 你绝对不希望 在冰箱里 找到一团富澜发霉的生姜 对于它们来说 冰箱并不是个好去处 因而正确的储存方式 是将生姜 放于凉爽通风的地方 储存在室温下 最合适不过了 五个 南瓜 南瓜是秋季的代表 富含维生素 纤维和抗氧化物质 其味道甜美可口 是制作美食 和节日佳肴的绝佳原料 然而 一旦南瓜进入冰箱 这一切就发生了变化 南瓜并不是冷藏式的 最佳玩伴 首先 是因为低温环境 会导致南瓜的细胞 受到冻结伤害 会变成 软塌塌的南瓜泥 其次 冷藏的环境 会加速南瓜中的水分流失 南瓜的水分含量很高 而冰箱内的干燥空气 会让南瓜迅速失去水分 导致它变得干燥无味 你不会想在碰饪时 用一颗枯萎的南瓜 来遭它美食创意吧 此外 冷藏环境 还会加速南瓜内部的变化 南瓜中的淀粉 会迅速转化为糖分 导致南瓜变得过于甜腻 冷藏南瓜的另一个危害是 它会吸收冰箱内其他食物的异味 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如果你曾经把南瓜和洋葱 一起放进冰箱 那么就会发现 南瓜会带着洋葱的奇怪气味 是时候停止这种南瓜变味的闹剧了 你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食物 都能放进冰箱吗 不仅不保鲜 还加速变质 很多人都做错了 为了你和家人的健康 赶紧拿出来 第四个 洋葱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有没有经历过将洋葱放进冰箱 结果发现 冰箱内的每个角落 都弥漫着强烈的洋葱味道 因为洋葱是个味道入侵者 首先 我们要承认的一点是 它是烹饪中的必备佳品 无论是炒菜 烤肉 还是煲汤 洋葱总能在餐桌上 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而当洋葱进入冰箱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位 气味串烧大师 冰箱的低温环境 是导致洋串味的主要原因 它会热衷于与邻居们 进行气味交流 当你打开冰箱 后面而来的 就是一股强烈气息 不管你是想要 还是不想要 都得接受 洋葱的气味 不仅仅是让人闻到后 皱起鼻子的问题 它还会影响 其他食材的味道 当洋葱与其他食物 碰住冰箱时 会不知不觉 将自己的气味 传递给他们 想象一下 当你打算 享用一份水果茶辣食 却发现 它被赋予了 洋葱的意外气味 这种混乱味道 可真不是我们想要的 第三个 蜂蜜 不知你有没有试过 将蜂蜜放进冰箱 结果却发现 它变成结净 成固体状态 丧失了原本的 顺滑和甜蜜 别担心 你并不是唯一一个 犯这个错误的人 蜂蜜是大自然的馈赠 拥有独特的甜蜜口感 和丰富的营养成分 无论是加入茶中 涂抹在面包上 还是作为烹饪调味品 蜂蜜总能带给我们一份 满满的幸福感 然而 当蜂蜜进入冰箱时 这份甜蜜的幸福感 可能就要失去 蜂蜜是一种天然的糖浆 含有丰富的水分和糖分 冷藏环境 会让蜂蜜变得呆滞 失去原本的流动性 和顺滑口感 可见蜂蜜与冰箱 并不是一对好的搭档 此外 铁罐子和蜂蜜之间的 禁忌之链 更加不可忽视 蜂蜜中含有一些 微量的酸性物质 而铁预酸接触时 会发生化学反应 导致铁离子溶解进蜂蜜中 这不仅会改变蜂蜜的味道 还可能导致其变质 咱可不想喝到一杯 带有铁锈味的茶 或者在面包上 涂抹一层铁味蜂蜜吧 其实蜂蜜的储存 也没有那么困难 特别简单明了 就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远离阳光直射 和高温环境便可以了 选择一个柜子 给它一个舒适的住所 保持蜂蜜的蜜蜂性 并用干净的勺子 取出避免让杂质进入 你知道有些食物 放进冰箱反而不健康吗 不仅会加速变质 还会产生有毒物质 很多人都做错了 赶紧看看你家里的冰箱 有这些食物吗 大蒜 大蒜作为烹饪的常客 给菜油增添独特的调味效果 无论是炒菜烤肉还是凉拌 大蒜总能在厨房中 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然而 当剥好的大蒜进入冰箱时 它就变成了一个气味炸弹 首先冷藏环境 会加速大蒜中的气味释放 使气味散发的更快更浓烈 打开冰箱时 迎接你的会是一阵 蒜味炸弹的冲击 此时 大蒜中的水分 也被冷空气中的湿度吸收 使其变得湿润 容易腐烂 此外 冰箱的空气循环 也是大蒜串味的帮凶 大蒜释放出的挥发性化合物 会与其他食物接触 将自己的气味无情地传递给他们 当你在冰箱里寻找其他食材时 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冰箱里的食物都被大蒜 气味所清晰 这样的气味组合 会不会让你望而去不呢 土豆 前几样东西吃了 无非只是拉了肚子 或者难吃罢了 而现在所说的这个蔬菜 若是进了冰箱之后 再拿出来吃了 甚至会有性命之忧 低温环境会刺激土豆中的淀粉 转化为糖分 这是导致土豆发芽的主要原因之一 并且冷冻的温度 并不能阻止土豆发芽 反而会刺激 芽的生长 当你打开冰箱 发现土豆上 长出一群长长的绿色触手时 那便是土豆已经发芽了 这些土豆芽中 含有一种名为龙葵素的物质 它是一种毒素 会在人体内转化为山葵酸 可能对神经系统造成损害 因此为了安全起见 最好避免食用 发芽的土豆 上述这些食物都有自己的特点 和储存需求 冰箱并不是它们的理想居住地 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它们的质量下降 甚至还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因此我们应当给它们一个适合的居所 以保持起新鲜美味和它的营养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以上这些不适合放进冰箱储存的食物 哪一种最令你意外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